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病毒性角膜炎的典型症状 张顺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病毒性角膜炎,首先它最典型的症状 就是会有眼睛的刺激表现 眼睛的刺激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眼睛怕光,流泪,眼睛膜 好像眼睛进了沙子一样 很多患者还会有一些眼部的体征 比如说明显的睫膜充血 如果是到眼科进行检查 会发现眼部,眼表,角膜上面有一些小的溃疡 这个应该就是病毒性角膜炎 它比较典型的一类表现 所以如果患者要是出现了 特别典型的眼部刺激症状 再伴有眼睛红,明显的充血,分泌物增多 应该去及时到眼科进行检查 必要的时候要给予治疗 因为病毒性角膜炎 它是对视力会有明显威胁的一种疾病 如果早期得到控制 患者的视力可以不受影响 如果要是说没有及时得到控制 很有可能会遗留角膜的斑痕 云液从而永久地影响患者的视力 所以在这点上面要特别提醒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出现这种刺激症状的 都是病毒性角膜炎 角膜炎也有很多种类型 患者不要自行做判断 一定要到医院去让专业的眼科医生来做判断 并给予专业的治疗 专家提示 病毒性角膜炎最典型的症状 为眼睛的刺激表现 即眼睛怕光流泪异物感 主要眼部体征为明显结膜充血 分泌物增多 眼科检查会发现眼部眼表角膜有小溃疡 如果早期得到控制 患者视力可不受影响 否则可能会遗留云翼 永久影响视力